林國銘老師的 今天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相信他有很多很多 今天可能還沒有講到的 很適合就是你們以後挖寶的方式 就透過提問的方式 要把他一些 一些這個參與市預算的東西 要挖出來 有沒有人要問林老師的 來這邊一個 第二個 我們問個兩三個 好 兩位 林國銘老師你好 我剛剛就是在聽你們演講的時候 我自己有很多問題是 我覺得參與市預算的推動 這件事情在台灣應該就是會遇到一個 就有權力結構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可能就權力結構裡面的人 可能會反彈 或者是想要阻擋這樣的 這件事情的一個推動 這應該是想當然的心想 那當然你剛才有提到一些 就是我在推動這件事情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 但我想聽聽你們在這一本上面 可以多分享一些 尤其是在國外已經有這麼多地方 已經推動了參與市預算 那他們當初也可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那他們有哪些經驗 今天在克服這些困難的時候 也覺得我們很接近 那我想聽一聽 這方面的說法 謝謝 好 好 可能具有幾次的衝擊 我們過來今天 好 第二個 林國斌老師 你好 我有兩個問題想要請問 第一個問題就是 剛才您有提到說 參與市預算 它有三種模式 那 有沒有可能說結合其中幾種模式 來共同推動 不是只有推動其中幾種模式 那第二個問題是 就是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剛才老師您有提到說 日暖談過 他們也有這樣 在使用參與市預算的情況 他們不知道他們 目前使用上的實際情況是如何 因為他們跟我們的文化比較接近 那也許可以做為 我們台灣這邊在 未來在推動的時候有接近 還有沒有第三個問題 我們三個就一起回答 那我們就下一個問題 林老師 請問一下就是 在一些已經推動的國家 他們的 那個 預算帳戶的實質 掌控的 實質案的掌控權是在誰手上 是在地方政府 還是那個 可以公民的小組的手上 那還有就是 在那個 工程發報跟驗收方面 在那邊公民的參與 他們已經實行 已經實驗過的國家是怎麼樣進行的 好 所以他是把過去議會 跟政府部門的決定的 轉而由民間來決定 那他所遇到的主力會比較大 那通常除非是這個 執政黨 他掌握一位的這個多數 而且執政黨的行政首長 他也有那樣的理念 能夠去推動 他就比較有可能 那所以像那個巴西港 他們之所能夠推動的 就是那個政府黨 主發的一些政府黨和執政 那他比較有一些參與 公民參與的一些理念 所以他比較能夠 透過跟公民社會的這個結合 而且他也能夠去捲動那個社區 因為在大林美洲的同期國家 那個社區的那個組織是 口味強大 所以他也能夠去動人 所以他也有一定的那個條件 假設我登高一呼 結果就沒有人來響應 社區裡面是小貓兩次 你看 這什麼參與四千一算法 然後 就沒有辦法 能夠取得那個爭道性 他能夠決鬥很多人 而且他在政治上 具有那個 能夠有Communment的 那樣的那個政黨 跟他能夠 能夠去形成一個 那個議會的那個鬥數 這是推動比較有力的一些因素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變成你要 比如說你在議會是少數 即使行政所長有心 你就要怎麼樣 創造一個名義的這個聲勢 使得你在詮釋的這個範圍裡面 要能夠去互進行那樣的推動 那所以呢 我們所看得到的 像波士頓 或是像紐約跟基加克 那個是比較容易的方式 簡便方式 紐約跟基加克 因為那是單獨的議員 他可以支配的那個款項 只要那是這麼的計算 本來就是我議員 我就可以決定要怎麼花的 雖然他是公布的這個計算 但是我讓民眾來做決定 只要我可以把這個決定 讓出來 就可以做得到 波士頓就說 我只佔一小部分一百萬而已 那所以呢 那個阻力影響並不是很大 那我覺得比較可惜的 就從那些阻力比較小的 我就某一部分 某一部分的這個計算 所以我才會想說 如果你從青年計算 或某一部分的計算 來著手的話 那個比較可惜 那個比較可惜 那三種結合的話 我覺得那個難度很大 那那個 你說第一種跟第三種 第二種結合的話 你除了講說 我某一個市 某一個地區的議員 他都會有配合法 我所有議員的配合法 你都會用這種方式來做 這個怎麼做不到 這個第一種跟第二種 這個結合 那個就比較困難 那所以我才 我會認為說 第三種的這個方式 某一部分 會特定群職的 然後匡列出來 那個 因為它不是很大 而且你只要能夠在 那個社會支持上面 社會團體的這種 那個意見上面 去獲得這個支持的話 然後我想那個 既有的全面集合 他能夠接受的程度 是比較高的 再來的話 再來的話是 那個 韓國跟日本 我在搜集資料 因為我 我那個 只能看英文 然後我目前沒有看到 英文是對韓國跟日本 這個介紹的 所以這方面 我的資料 還在搜集 那希望 將來有更多的資料 可以跟大家分享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 有關那個 預算的 那個 發包的這個執行 這個跟模式有關 跟模式有關 就是說 第一種模式的話 政府部門 他勢必有一個 發包的 跟監督的這個系統 但是呢 他會把 那個監督執行情況 回到那個委員會裡面 這個分析所顯示 會在我們裡面 他們來做報告 他們來做評估 是這種方式 那其他的一個方式的話 大概就是那個 那個像 或是像那個 紐約那樣的 一種方式的話 他就有 那個 那個 委員會 民眾的委員會 那 持續在做進行 但是 那個畢竟是 政府部門 政府部門的預算 那我想觀論 我將政府部門的 預算的執行發包 他都會有特定的 法定的程序 但也不會由民間 委由民間 然後來 那個 來決定 我們要找誰來做這個事情 他當然可以提意見 他當然是有一定的 法定的這個程序 所以他可能是在 這個法定的程序之下 藉由公民參與的這些力量 讓這個 預算人的執行的過程 能夠受到更多的 那個 社會的這個灌注 大概是這個樣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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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